工業七國高峰會這次因為疫情 因此用視訊舉行 最受注目的當然是美國總統拜登 這是他上任之後首次G7 他在會後於推特上強調 美國已經回來了 而對於美國的回歸 英國首相強森興奮地表示 各國領袖顯然在後川普時代 尋求新的角色 德國總理梅克爾強調 各國的利益不盡相同 但是在民主基礎上 迎接跨大西洋的新篇章 他同時表示不排除與中國大陸合作 而這次高峰會對世界最貧窮的國家 接種疫苗的資金援助 增加到75億美元 另外拜登同時也透過視訊參加了 慕尼黑的安全會議 並且提到歐盟以及美國 必須聯手面對中國大陸的挑戰 這兩場會議都顯示美國孤立主義的結束 象徵多邊主義的重新復活 記者綜合報導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